男人死后来到阴间 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家购物超市 里面什么商品都有 可以买到下辈子的龙帽和才能 甚至连诺贝尔奖都能买到 就是价格有点贵 钱可以用上辈子基德德来兑换 做好人好事价值一万 给毛毛点赞关注值一个亿 大壮一套兜还真有 可惜只有五枚铜钱 真是少得可怜 看来上辈子没少做缺德事 随后美女带她来到抽签现场 可以决定下辈子做人还是动物 小伙抽到的是人 顿时引来一片喝彩 而大叔抽到的是当小熊猫 结果也不错 而这个身家千万的富翁 却抽到了虫子 自己积了一辈子德 怎么只能当个虫子 而客服姐姐说 就算当虫子 也是只想服的虫子 男人以气之下 将钱狠狠扔到了地上 当虫子要钱有什么用 随后就轮到大壮了 他抽到的是下辈子当人 可大壮觉得无所谓 因为上辈子活得太累了 在登船的这段时间 他来到超市逛了一圈 没想到正好赶上 500年一次的优惠大筹兵 虽然他很想为下辈子买点好东西 可口袋里只有五个钢蹦 什么也买不了 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购棒球 他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棒球天赋 要80万 男孩说上辈子一直在生病 根本不能运动 他下辈子要做个棒球运动员 随后又放了回去 因为他也买不起 可一个孩子会犯什么错呢 原来想治好他的病 只能出国做手术 需要很多钱 他不忍心看爸爸妈妈为自己拼命 因此拔掉氧气瓶 选择了自杀 所以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大壮非常同情他 把仅有的五个铜板给了男孩 接着男孩问大壮 下辈子最想要什么 他说想要一双漂亮 有神的眼睛 男孩听后 带他来到一家眼睛店 里面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眼睛 随后给他选了一双 服务员说可以先试试 大壮戴上后 抬头一看 眼中冒出绿光 非常迷人 瞬间他就流下了泪水 原来之前的眼神太过凶狠 上学时总被校爸欺负 工作后 顾客觉得他眼神别扭 总是受到投诉 因此经常被炒鱿鱼 迫不得已 当了个送货员 可老板见到大壮瞪自己 顿时来了脾气 又接到一个投诉 直到这个穿红色衣服女孩的出现 大壮的世界才有了色彩 小美说非常喜欢大壮的眼睛 他们从小经历相似 又有很多共同话题 两人的感情也快速升温 这天大壮买了树花 想向小美求婚 可来到病房门口时 听到小美妈妈在哭泣 说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 根本没钱给她做手术 大壮听到这 心里非常难受 决定到外面透透气 可揍着揍着 突然听到一个女人打电话说 她刚取了500万 明天一家三口就能去法国了 大壮顿时觉得命运不公 有人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 而有人却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随后心中有了个邪恶的想法 追上女人后 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随后把包抢了过去 里面装满了钱 她把钱匿名打到医院里 专门给小美做手术用 可刚打完电话 就遇到了警察 吓得她转身就跑 不过跑得太急了 下楼梯时 一不留神滚了下去 头重重地撞到地上 就这样没了性命 可刚说完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来人正是小美 她上来就质问大壮 为什么这么傻 接着抱了她一下 原来手术失败 她就来了阴间 还说自己买了阴缘服 这样下辈子就能跟大壮在一起了 听到这些 大壮哭得很伤心 这么多年 终于有人喜欢她了 没过多久 投胎的船就要捡票了 正在这时 男孩的照片掉到了地上 大壮捡起来一看 顿时傻了眼 上面的女人正是自己抢的那个 原来那五百万是让男孩去国外看病的 她一念之差 成了杀害男孩的凶手 因此非常自责 她让两人先去登船 自己还有点事要做 可在码头等了半天 船马上要开了 大壮还没回来 这时看到服务员小姐姐手里拖着棒球和眼睛 说这是大壮给他们的 可他哪有这么多钱呢 而之前抽到当虫子的男人跑了过来 嘴里还说 有个傻子出八十万跟他换了做人的资格 小美听到这些 顿时明白了一切 大壮为了赎罪 选择了当只虫子 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之前的男孩成了一名棒球天才 获奖无数 这天在家里看到一只甲虫 刚要把他打死 小美却制止了他 并把虫子装进罐子里养了起来 仔细一看 小美的眼睛跟阴间大壮买的那个一模一样 如果是你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男人脚下一滑 从50楼掉了下去 重重地摔到地上 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 可他却一点事都没有 大壮顿时蒙了圈 急忙朝家里跑去 一口气跑了30多公里 可他一点都不累 回到家后 急忙处理下伤口 正在这时 听到邻居正在兴奋地大叫 他非常生气 一拳下去 直接把防盗门锤了个洞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拳头 难道自己有了超能力 随后搬出衣柜 小手轻轻一推 衣柜就推出十几米远 又来到暖气片旁 徒手拆下200斤的暖气片后 双手一用力 暖气片就被压扁了 然后放到腿上用力一压 暖气片就成了麻花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有了超能力 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静止来到取款机前 对着机器就是一顿胖揍 接着双手一用力 硬生生地将取款机拽了出来 有了钱之后 他买了一大包酸奶 总算实现了酸奶自由 随后准备给伤口换药 却惊奇地发现 伤口居然愈合了 就连身体也有用不完的力气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声尖叫 大壮出门一看 原来是几个街溜子在闹市 眼看小美被几人拖进房间 大壮直接撞破玻璃 闯了进去 小弟见状 上去就给了他一拳 可他一点事都没有 只见大壮伸手 抓住胖子的把柄 将他举到空中 随后重重地扔了出去 其他小弟见状 想要上去帮忙 结果全都被轻松解决 吓得黑老大 把腿就跑 原来昨天大壮偷了支金表 FBI在后面紧追不舍 无奈之下 他藏到河废水中 等爬上来时 浑身已经乌漆抹黑 随后就咳出了黑色的血液 回到家后开始不停地呕吐 感觉身体非常冷 这一睡就是七天七夜 醒来后就有了超能力 晚上 大壮发现 黑老大落下的盒子里有张图纸 打开一看 竟是他们抢劫运钞车的线路图 第二天 这群街溜子拿着枪在路边埋伏 没过多久 运钞车就出现了 当他们准备动手时 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 不停地向运钞车扔石头 眼看车子停了下来 他从桥上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车顶 紧接着一拳打碎玻璃 将司机拽了出来 然后来到车尾 对着车门就是一顿锤 没几下就将车门撕了下来 这一幕把旁边的黑老大看呆了 没想到抢个运钞车 都能被人截胡 他非常生气 不停地朝男人开枪扫射 大壮见此情形 急忙逃离了现场 很快抢劫运钞车的事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点击量更是高达八千多万 而这一切都被黑老大看在眼中 按下决心 一定要找到这个坏他好事的人 第二天 大壮和女友闹了点矛盾 小美生气地坐上公交 准备离开 可汽车刚启动 突然就停了下来 好像撞上了什么东西 乘客非常好奇 探出头往外一看 窝了个乖乖 一个男人竟然凭一己之力 硬生生把公交车抬了起来 见此情形 纷纷掏出手机录像 随后大壮找到小美 诚恳地向他道歉 并将小美报了下来 这时小美说 你忘记遮住自己的脸了 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果然这件事很快上了勒搜 还被黑老大看见了 他一眼就认出 那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于是很快来到大壮家 趁大壮毫无防备时 用麻醉枪放倒了他 等大壮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牢牢捆住 黑老大用小美威胁大壮 让他说出获得超能力的方法 无奈之下 大壮只好把他带到 有河废水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 黑老大的仇家赶到 对着他就是一顿秃秃 这时小美跑了过来 在这场枪战中不幸中弹 临终前他对大壮说 希望他能凭借超能力 做个超级英雄 另一边 黑老大被对方抓住 仇家拿起喷火枪 把黑老大点燃了 疼得他到处跑 情急之下 一头扎到了河里 可第二天 一只漆黑的手伸了上来 原来黑老大并没有死 反而因为喝了河废水 获得了超能力 不过他被烧得面目全非 于是决定先化个妆 不料一只苍蝇 围着他飞来飞去 可能认为这是垃圾 不料下一秒 他戴上假发后 来到仇人家中 想要报仇雪恨 上去就解决掉一个小弟 然后拿出手机 准备记录这美好的一刻 拿电运斗的老奶奶 率先登场 却被他一拳干翻在地 二百斤的大胖子 被他拧断了脖子 跆拳道高手 只一个回合 就被扔出十米远 小伙儿拿枪跑了过来 也被轻松解决 仇家看到这一幕 吓得一动不敢动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活活勒死了 随后洗劫了武器库 没过多久 视频就被传到网上 还扬言要炸掉市中心的球场 这一幕恰好被大壮看到 骑着小店驴直接赶了过去 却发现球赛已经开始 他根本进不去 男人以用力 就抬起一百斤的石吨 向前走了几步 随后将石吨慢慢放下 刚进来 就看到黑老大向他招手 手里还拿着炸弹遥控器 大壮紧跑几步 一个顶尖将黑老大撞退十米 随后两人打了起来 黑老大一脚将大壮踹飞出去 把墙撞了个大洞 下一秒就飞出一个马桶 正好砸到老大鼻子上 大壮紧随起后 钻了出来 不过两人都有超能力 谁都奈何不了谁 可黑老大想炸掉体育场 拿起遥控器就往外跑 大壮紧随起后 他翻过栅栏低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里地面至少有五十米高 他深吸一口气 纵身跳了下去 毫无意外 头先着的地 迷糊了两分钟后 又艰难地爬了起来 这时黑老大正在放炸弹 见大壮追了过来 转身就跑 而此时 离爆炸只有四分钟了 大壮急忙开着卡车 向郊外驶去 却被FBI拦住去路 眼看时间不多了 他推着卡车 向FBI大军冲去 随后用力一推 自己则抱着炸弹向远处跑去 来到一处大桥上 刚想扔出炸药包 却被黑老大撞翻在地 而炸药包却落到了地上 时间就剩一分多了 大壮跟地面来了几次碰撞后 黑老大就跑了过去 拿起炸药包 将时间改成15秒 这时大壮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黑老大 从桥上跳了下去 落入水中后 随后就发生了爆炸 黑老大首当其冲 被炸成了粉末 而大壮则活了下来 今后的日子里 他化身成超人 守护着这所城市 不过我怎么觉得 这个超能力有点弱呢